八十几岁的阿嬤走在路上正要去买菜 却在路上遇到拦路抢劫的嫌犯 嫌犯一把抓下阿嬤鞋背的背包 随即骑车逃跑 而警方获报后随即到月监视器 并锁定范嫌特征和机车车号 发现机车跑往阳明山区 研判范嫌应该还在附近 随即通报辖区派出所警力拦截围捕 核显称息缺钱花用 不动手刑抢 核显所为显示刑法第325条抢夺罪 线上警力接获通报后 发现一名机车乘客都没戴安全帽 而且行机可疑 再加上衣服和车辆都符合通报特征 随即拦查 过程中犯嫌还回转躲避查器 最后仍遭警方拦下 讯后警方移请视灵地检署证办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